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很抽象的玩意兒 叫做做工 做工 我們如果希望打樁機 能夠把我們的樁打得更深 那麼這個樁就必須要有更多的能量 打拉高有能量所以是衛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拉得更高 還有更大的衛能 它會掉下來就會把我們的東西打得更深 那要讓丟出去 飛得更快 就可以打破更大的玻璃 打得更碎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必須要更用力 讓它飛得更快 飛就是有速度 所以表示有動能 就是我要增加它的動能 它才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我都有一個要使能量增加的狀況 那麼這個我們就稱之為做工 那當然不見得要增加 也可以怎樣 減少 反正我就是要把能量變多一點或變少一點 我就要對這件事情 對它做一點事 這個是我們稱之為做工 所以這等一下會交到功能原理 叫做做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那問題是什麼做工 怎麼樣叫做有做工 對東西吃力 讓它在嚴厲的方向上產生一個位移 那叫做做工 所以W等於F乘S 那個F的旁邊畫兩條線 是什麼意思啊 平行 意思說我的力跟位移要平行 這樣的力才是有做工的力 所以 如果不平行呢 不平行就要找到平行的分量 那如果完全沒有了 比如說垂直 就完全不平行呢 那就是沒有做工 所以這是我們等一下的問題 問你說 我有沒有做工 我不施力就沒做工 沒位移就沒做工 施力跟位移互相垂直 一點平行都沒有也沒做工 所以做工就是力乘以嚴厲方向的位移 W等於F乘S 力乘位移 注意力跟位移要平行 沒平行要找到平行的分量 然後一樣 第二個單位叫牛頓 位單位叫公子 乘出來也是教了 因為做工就是能量的變化 所以他的單位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做工的方法 OK 力量乘位移 那麼像這樣的圖形上 讓左手邊被東西推 讓他往右邊跑 所以向右邊施力 有一個向右的位移 那麼這樣就是有做工 有做工 右手邊那個圖有個球 我們施力往上拉 施力有向上 位移也向上 那麼這樣就是也是有做工 他們互相有平行做工 那麼 老師如果說右邊圖不是往上拉 他是往下放呢 他等一下會教 所謂的正工跟副工 所以有一個是能量會增加 能量會減少 等一下要教的功能源 你會提到 反正這兩個圖基本上都平行 所以都做工 水力跟位移要平行 他才會做工 或平行要找到平行的分量 完全沒有平行的分量 就是不做工 做工 或平行要找到平行的 那如果垂直 他就找不到 平行的量 就沒做工 就沒有做工 這是我們一種問題 後面會問你 會不會問 這樣的情況 有做工還是沒有做工 好 那這樣子 剛剛講的提到的所謂正工跟副工 如果力量跟位移同方向 正正是得正 負負也會得正 所以這時候叫做做正工 那如果兩個是反方向 一個向工一個向型 反方向的話 我們就叫做做副工 做副工 OK 正負得負 負正也得負 就做副工 然後等一下要教功能源於的時候 就告訴你 做真工能量會增加 做副工能量會減少 我們等一下會講這件事情 那由此可知一個結果 按照國中目前所學的 誰一定做副工 誰一定做副工 什麼東西一定做副工 一定是力跟位移方向相反 或者說力會跟速度方向相反 很好 大聲一點 摩擦力 摩擦力一定做副工 按照國中目前所學的 因為摩擦力 有種抵抗 抵抗他運動嘛 所以摩擦力 一定會跟運動方向相反 所以摩擦力 鐵定做副工 配合我們後面 馬上要教的功能原理 就他會使我能量越來越小 能量越來越小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教的功能原理 OK嗎 跟各位介紹什麼叫做工 公式背起來 W等於F乘 S 力量乘位移 同方向叫做做正工 反方向叫做做副工 看到公式之後 等一下會出現的 第一種問題就是 這個有沒有做工 要有力 要有位移 而且兩個要有 平行 這樣才叫做有做工 OK嗎 OK